人間苦空無常 願世人不分你我 秉足安然脫迷 眾世尋到 大家好 多謝大家收看今集的《辛子智虎》第三集 這一集其實想說一位 阿Kym也挺欣賞的一位人物 這位人士就是759的創辦人 林偉俊先生 因為前幾天聽到 在新聞裏也聽到 林先生兒子要我醫院 大約是十點鐘入醫院 當日的三點多鐘已經離世了 據消息指出 他因爲是糖尿 亦曾經做餓風 我相信健康可能一直都比較弱 因爲曾經記得有一次在香港總商會 中華總商會 那裡 他也有講這些 topics 有講top 有講send 但見到他一直接受訪問 都是坐得不太好 那就是一直要站起來 那其實他給我印象就是一個很親切 很率直的人 我都猜不到 我們一向來想做生意的人 就是奸商奸商 一想到做生意的人 不奸你怎會發呢 但是他的名字 其實他的名字也改得很令我印象很深刻 叫阿信奧 我最初都不知道什麼叫阿信奧 我記得當年 我初初有一段時間 我回到香港 有了四天又離開了香港 然後又回來香港 其實 兜兜轉轉都很多轉 到我回來 我見到阿信奧是什麼 那我又不知道什麼 後來那個759 我很怕讀錯這個號碼 那我又是不知道是什麼 後來才知道 原來裡面有些公仔麵 有很多日式的食品 韓式的小食 一些納納納納納 到最後連化妝品 連電器也有 總之應有盡有 就真的 我覺得那個idea是很好 我還在想 他會不會將來會好像Walmart 那樣呢 或者一些大的家樂服 那些 還有很大規模 那我一直都很期待 那先說一下這件事 因為阿信奧 始終 我記得 因為 阿林先生都說到 為什麼叫阿信奧 就是來自一個阿信的故事 那阿信的故事 阿信的故事 阿Kym自己也有看過 那 都很 很欣賞日本那種 即是 不屈不扭的精神 我不是漢奸 首先不要搞錯 但我是很厲害 我覺得 以前的歷史 是前人遺留一些 是比我們後 下一代的一種 反思 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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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一課 一課 應該去 我絕對不覺得 我相信上一代 那些 很多人都覺得 日本人 有些 有些 排日 或者有些過激烈的事情 他們會覺得 如何侵略我們華人 怎樣 甚至 還有一些 比如說 這些 說到 維安府 或者怎樣 但我相信 戰爭其實不是每個人都想的 而戰爭 當時的軍國主義 只是一幫華島式的軍人 他們的極權主義 去策劃一個戰爭 用一個霸權 但是不代表 整部份 所有日本的婦女 人民 他們的認同 我相信是 因為沒有選擇 沒有人會希望自己的兒子 就捉下去 去 去打仗 然後打完仗 戰爭的和害 根本上可能回不了家 回不了家 然後日本的女性 就要參當著 一個母親 要做父親的角色 要做很多粗重的事情 在後面 然後 最後又很殘忍 因為港島原子彈 下去炸死平民百姓 其實 由頭到尾 那幫人都很無辜 當然 我很相信 這次世界大戰 究竟是否真的 個個都不支持 我相信很多人都未必會不支持 不過 社會 這個世界永遠都有一幫 很小撮的人士 而那幫人士 將有一個權力 很大的權力 他們可以拆動戰爭 可以做一個很重要的決定 我相信 當權者也會 看到的歷史 會引以為減 希望 因為太多合化 又有很多 合武 或者 受戰 可以拆動星球戰爭 這絕對不是陰謀兩者 我相信 如果要做的話 絕對可以做到這些事情 但今天 回到這裡 所以 其實 阿信 日本人 以前的前人 日本上一代 那些精神 我非常欣賞 所以我一直都 其實我都很 純日的人 反而 韓式 因為現在很多 很 認男索女 很標榜 很新潮 那些 我對我的感 就不是太過心了 也有一件事 我也不知道 怎麼說 因為 其實阿信 我知道我開了很久 但我有經過 但我從來沒有買過一件東西 這件事 唯一我自己覺得 是一個 一樣 遺憾一點的東西 我沒有去 一點支持 做一點點 因為 可能 我不吃公仔麵 除非真的半夜生監 其實有很多東西 我都是 我比較 比較 減飲雜食 所以 真的沒有怎麼買過 可能唯一買了一支 Pairway 是這麼多 但是 對於阿信 那一個故事 那裡面 林 鄭韋鑽先生的奮鬥歷史 我是非常之欣賠的 那 剛才我剛才說了 阿林先生 給我的感覺 是真的很 很直直 很直不甩的 有些是很像我 有時候我說話 我都直不甩的 但他很親切 有很多人覺得他 亂來的 一會兒做化妝板 一會兒做什麼 一會兒做什麼 亂開 我一聽到 Expand 這個字我非常之喜歡 我喜歡 一開開開 什麼都可以做 什麼都多元化 什麼都可以 好像 股票 基金投資 去Diversify 有個表現 我相信 這種感覺 不可以說野心 是一種 他有一種很強烈的上進神 拓展業務 這種心態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我也很支持他 心裏支持 當然 為何會開了這一集 要說一下 林先生 本身就是 其實我本人不認識過林先生 當然 我知道 他是阿信聰創辦人 我本人 不是跟他有什麼 不是朋友 或者他是我的客人 或者怎樣 就是沒有的 為何我會留意到 首先 林先生 他也會聯想到 另一個 農場餐廳的創辦人 他都是經歷過很多风風雨雨上上落落 大喜大落 不管 Mansんだ 達世 那他最終究竟是什麼 我覺得 其實我也很佩服他的毅力 那 去今天最主要就是對林先生 那 ży之後 左邊是周圍 我就說 我看一下他的資料 在網上 在他 他13歲 就開始出來打工 當時他沒有讀書 後來他才繼續修讀課程,自我提升,學多些東西 其實我覺得他的社會大學浸回來他學的東西比我們更多 而且他說過他所有的招標書,很多書都是由他下面的小孩子去寫的 不是由他寫的,他自己講到他自己寫的東西 我覺得他真的很親切,很真實 他沒有必要包裝得很漂亮,很專業,像CEO一樣 什麼都懂,我絕對很欣賞他 他是一個很坦誠,很直率的人 有貌,有跌跌,是不夠大財團兜的 不夠資金,不夠什麼,沒有他們什麼,怎麼能夠兜呢 就是不要自己是有自知之命,或者怎樣 要順負他的勢去怎樣走 我覺得他說的話是真的,在阿Kim一路打工 遇到老闆一路都跟我說同一類型的東西 就是很刻苦的 他說自己做了30多年電子廠,有一個廠佬 他自己這樣說,有一個廠佬怎樣搞到他呢 就是現在的零售業,千萬不要當自己CEO 後來當然他那一檔都搞到上市 就是這個CEC,國際 據新聞所得的,就說現在已經有市值10億 有一個是,有一間好像叫做,不知道什麼優品商 如果我讀錯了,不要介意一下 有一間好像有360,他說要去收購他 這些都是暫時的新聞報道 就是傳聞來的 他說到就是,我知道他在2010年已經開始 就已經開了那些小的店舖,製了Storeless 走路開到有250間 一直這樣,到2015年 我覺得他發展得很快 很快 是真的以前,我也不知道什麼叫阿信奧 什麼叫759 他都去到,哇,緊有街在你左近 你去到哪裏,哪個區都有 而且我最欣賞他一件事,他不是說真的去 我覺得其實他投入這個market裡面 給市民有多些選擇,權利 有多種多元化的東西去買 還有他價錢,他儘量去 就是說,也要用回一件事 李先生,李嘉誠先生說的一件事 君子取財取之有道 我覺得其實阿林先生都 當然啦,他講到說 他在買的價錢,給建議價錢買的更便宜 尤其是可可可樂的新聞 給兩大超市的集團圍剿 大家不要忽略了,除了兩大超市之外 其實還有一些附術的店 還有很多牌子 其他一些都是在打他 還有還有一些對手圍剿他 他那時候為何殺出重圍呢 供應商不美貨他 很多很多你看到他一定是構成一個影響 雖然他說對大集團的影響是微不足 但如果是微不足的話 根本上別人不用圍剿他 既然可以圍剿他 其實我怕他是文雅一直擴充起來 所以 這裏我亦都在想一件事 就是在當初 阿Kim出來做圓學的時候 也是的 因為被人為 都是有人覺得 一件事就好像 不知道我會做到什麼 有很多人不知道的 就以為我好像 你也好,收這麼多錢 演一個客人 可能以為我賺很多 其實我的開支也很大 我看到阿林先生做事 我可以看到他的創業 然後發展 亦都會看到很多事情 很有心情感受 還有 還有為何 我對這位林先生 是特別有感觸的 其實 再說回他那裏 2015年至2017年 他真的跌得很傷 在那裏大跌 他的股票也有些下跌 他由盈利又轉做 由盈利又轉做 由盈利又轉做 由盈利又轉虧 虧了很多錢 傳媒也一直在說 他的事情 又說他 希望在國內也開店 然後那裏也出現了很多問題 去到這個2018年 就是2018年 就是剛剛今年 其實2017年2018 經歷了一個很動盪的年份 其實對很多人來說 其實對很多人來說 我自己相繼 我自己見到很多 我認識的朋友 我的客人 我亦都有一些人 都是 就是 有些很多都會努力 做 有些是離開了 這個 就是 過不了那些大劫 過不了那些劫 那就離開了 那 離開了人世 那就 都可以見到就是 就是 很悲哀的兩年 17和18 還有很多地震 天災 很多很多事發生 那在2018年 我為什麼要說呢 因為2018年 4月的時候 Kim在網上 覺得很怪 我收到 林先生 這位林偉俊 他就給了一點支持我 那我也覺得 我很詫異 因為第一件事 我不認識他 而且 我也知道 他的業務也做得很大 再加上 我沒有想到 他會有宗教 會相信 比如 我記得他很支持 以前我說《十二生肖》 那十二輯 我沒有想過 因為我在想 只是微不足道的事情 只是 又不拍 我又去拍 其實沒有任何 我也跟他一樣 沒有任何目的 沒有想著 靠那些片 去找些什麼生意 或者怎樣 我完全沒有想過 我的心 想去做一些事情 就想去做 隨心而已 其實我有一點是藝術家 那種性格 我不是很 如果是商界來說 你要我去 一分一號 要計算得很精明 只賺不蝕 我未必做到這件事 我說真的 我是一個很 感性的人 我應該這樣說 所以我覺得他都 他都給了很多鼓勵我 我猜不到 在網上 那是他 而另外還有一件事 林先生給了我的感覺 我看到他很多時候做出訪問 有時偶爾我都會看到他 因為我未必在電視上看到 我可能在網上 有時自己看回 我的助手幫我上載一些片 或者怎樣 有時會飛到他的片 會接著我來 看到他一些新聞 我看他每次接受訪問 都是他坐得很不舒服 就是他坐了一下 我相信他可能會有腰骨痛 或者脊骨痛 或者脊骨神痛 或者一些事情令到他不舒服 他要站在那裡 或者坐不夠一會 一會兒就很不舒服 你感覺到 你看到那個畫面 是這樣的 每次接受訪問的時候 那 而最 大家如果不妨 如果有時間 我可以看看 香港總商會那條片 那條片 他講到 不能夠再坐了 要站起來了 都很不舒服 他那種 他那種 習慣 簡直顯得無謂 很親切 還有其他 另外一個 我看見他從以前是瘦的 慢慢慢慢越來越肥 加上還有糖尿 因為肥的人 我都想像糖尿 這裏很正常 三高 再加上他應該有二百多鎊 他自己也透露了二百多鎊 為什麼我覺得他這麼親切,除了他說話很親切之外,很慢,很親切,還有一邊閉上眼睛一邊想 以前我記得阿Kym曾經都在電子廠打過工,但他不是我老闆,也不是跟他打工 我見過很多,不管是華人又有,馬來西亞,新加坡,老闆,或者是一些外籍的老闆我都打過工 甚至是埃及的老闆我都打過工 有些人很喜歡閉上眼睛想,一邊閉上眼睛想,一邊跟他說話 其實他是想集中精神去想 回想我自己也有一些壞習慣,我喜歡四處看,可能人家會覺得我鬼鼠眼 其實不是,只不過是一些壞習慣,小時候沒什麼改,到現在都會盡量改善 好了,聽到他的新聞,知道他離開了,其實心裡也有點不太高興 無論如何都好,雖然我不是真的認識他,但他也曾經在網上,我真的想不到他會發訊息給我,支持我 另一個原因我很欣賞他,因為他很像我一位恩師,其實我對中文是沒有興趣的,老實說 是一個歷史系的一位金妙姬,先生,一個同學,他們兩個很親密的 他也一直教我很多很多東西,關於中國歷史,中國文化,令到我產生興趣的 因為他說到一些是很有趣的,他說到他每次教,即是教識我很多東西 基本上我不用去考過課的,但是後來我終於是自修去考過課的 我是沒有上過學,我也沒有去正式受過上課課 但是我只是聽他說話,我記得他說話,那個也有二百多磅,很喜歡吃東西 當初他教我的時候,我想他也有五十多歲,他的樣子都很類似林先生的 但當年已經是二十多三十年前的,所以我每次見到林先生,我都會想起我的恩師 即是已故的恩師,就是這個雷老師,他是一個非常跳脾,有趣 說話是說到你會笑到熟奶狗,即是很跳脾的,他說到中國歷史會說到,真是很督笑的 我覺得是很親切,而這位林先生,我也覺得他很親切 最後,我也想在2017和2018,其實有很多人相繼離開 不單是普通人,甚至有很多名人都離開了,術術界有很多人都離開了 我不想在這裡逐個找他們的名字出來,好像我抽到他們的水 所以我就不太想做這件事,我也知道疲鳴人的話,相繼林先生走了之後 我昨天看新聞,其實已經有聽到,我不知道中文是叫什麼 就是Kofi Annan,就是這個安南文,我讀得可能不太正 希望大家多多包袁 其實前這個諾貝爾和平獎,各位黑人人士 他真的做了很多事情,令到世界真的少了一場戰爭 其實我也很欣賞他,雖然他離開的時候八十歲 你說練詞也不算太高,但短,他也有八十歲 也不算短,再加上近日,聽到一些新聞說 香港出現了一個鄧格爾,鄧格爾帶走了 已經有人離開了,已經有四個了 究竟之後會不會再繼續帶走這些人呢? 當局會不會採取什麼措施? 除了在那裡噴這些殺蟲劑 又是蚊會不會再繼續傳播下去呢? 或者由蚊傳播到豬那裡 然後豬又再交叉去傳譯? 就真的不知道 就有待那方面的專業人士 或者政府有關的當局 希望可以制止到 不會造成像另一個SARS那樣的 始終都 聽到這些消息裡面,心裡都有些沉重的 那這裡也希望 也不會有一些原學家說 會去找林林三的八字出來 又真的抽水水 他這樣的八字 那年他就過不了那一天或者那一月了 我覺得這些是 我自己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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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就從來不會去 去找人家的八字 去說人家是什麼時候不在的 我覺得這樣東西 有一點是圍背天命 無論如何都好 我們學任何東西都好 不管是 學術書 不是用來 算他人的離開 我覺得這些完全一點都沒有意義 相反是要人生 是鼓勵人 積極地去面對人生 以及去做多點事 我們不是看著別人的缺點 去噓別人的缺點 去攻擊別人的傷口 去將自己 去攻擊別人的缺陷 而是 提高自己 我覺得絕對是 不需要做這件事 但是 這個世界上永遠都是 當你去到某個地方 某一個位置的時候 就會開始人家抹黑你 曾經有人跟我說過 就說我去周圍去抹黑別人 其實我從來沒有去抹黑別人 我相信 就算當時人 有傳聞說我去抹黑其他人 我相信 所謂的 被我抹黑的人 我相信他們都有分析能力 都會知道 根本上我沒有必要去做這些 也不會去做這些 那 幾所不應 我施於人 那我在這裡 真的希望 沒有什麼原學家 我不希望 沒多久 又有人 他不知用什麼途徑 用一個東西 那些人是很流行的 很流行就是做一些事情 就是這樣炒一些 尤其是最喜歡抽水 就是抽什麼水 就是抽死人的水 那些水 那些人已經不在了 離開了 其實 你看回外國傳媒 或者很多東西 人家只會說人家一身人的 他有什麼貢獻 做了對社會 做出多少貢獻 多少東西 值得人家去學習 去欣賠 但我發覺 有時候 社會就 我不知為什麼 他們就很喜歡 就去淒 在某些情況 就去淒淒 去淒淒 那才是聲明 林沙不是我的客人 我不知道她的八字 我也沒有那麼八卦 去看看她究竟是什麼 新潮或者什麼八字 我完全沒有這樣的興趣 但純粹因為 林沙曾經在網上支持過我 而我也覺得 她給我一個感覺 是很親切 她的東西是很 down to the earth 她完全不是一些 所謂的CEO 高高在上 在上面 拿聲指令 不用做的 就這樣 又或者是一些 很高高在上 不會出出入入 都可能要有 布羅斯萊斯去接送她 或者是要 駕駛名車 或者這個 不可以下去說 down to the earth 好像很地道 去逼巴士 逼地鐵 或者去茶餐廳吃東西 那種 我是很欣賞她 我很相信 因為她連茶餐廳都開了 我很相信 即使她上了市 她是一個很 隔絕的人 她說話 真的 她真的 她會有alert 她會有precaution 這件事做生意必須要 防人之心不可貌 但她是一個 我覺得她的基心是 過密 她不會這樣 攻擊別人的感覺 她被人很親切 我相信 都因為她很親切 很多事都是親力親為 以致她才做得那麼辛苦 如果明白 我想她可能就是說 我相信 其實她賺的錢 雖然說 她現在的企業 裏面在50億 估計有10億 左右 但我相信 其實她賺的 每一分每一毫 她都是付出很大的努力 她賺回來的 所以在這裏 其實阿Kym都很希望 向林先生的家人 致以身世的愛 為民 亦都希望 他們可以 將 郎先生的離開 可以轉成 這裏正能 可以繼續 去研點 這個阿信玉 阿信玉的精神 給那大的市民 那今集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阿信玉